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继续来跟大家谈 我跟铁道的故事 我想铁道与生活密不可分 铁道不只是个交通工具 往往它跟我们的生活 跟我们人生当中许多事情 其实是仅仅关联的 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 在民国68年 还没有铁路电气化 也还没有高速公路之前 许多人远行都一定要搭火车 那个时候没有办法开车上高速公路 包含敬香参拜 也是要搭火车 在我儿时的记忆中 我住在嘉义 那个时候要到北港去拜拜 坐的是台塘小火车 也就是从嘉义后站到北港 另外像园林到鹿港 还有一条原路线 很多人要去鹿港 是坐火车到园林 再坐横向的铁路到鹿港去 铁道成为人们的脚 这样子的路网 它提供了许多人 即便没有私有运具 家里没有轿车 但是他仍然保有行的权利 所以您知道吗 世界上有许多国家 为什么在制定铁道费率时 要定得很低 因为那个基础费率 它代表一个国民型的基本权利 我们再来谈台北 大台北地区 以前有好多条直线 我们最熟悉的就是淡水线 在1900年 仲冠线都还没有通车的时候 淡水线就通了 玄空师傅为了体恤信众的辛劳 他还买地 捐给台铁 当时这一个庙叫做行天宫的北投分工 就位在台铁综艺站的旁边 但是这一个综艺车站 在1988年民国77年 随着淡水线铁路的停驶就消失了 直到现在我们重新启用的淡水线铁路 它新盖的综艺车站 跟当时玄空师傅买地的综艺车站 已经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铁道是人们远行的脚 所以今天铁道的一个入网的健全 它代表的是 每一个人在你不用使用私有运居的情况之下 你能够骗击社会上 我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第二我们来谈一件有趣的事 珍惜台湾铁道的美好风景 在座各位 也许你已经很习惯开车去环岛 也许你已经很习惯坐飞机出国旅游 但是您知道吗 台湾这块宝岛的铁道是如此的美丽 如果我们把台湾用铁路划一圈 你会看到仲冠线 山线 海线 以及仲冠线南段 屏东线 南回线 花东线 北回线 宜兰线 刚好十条线绕过台湾一圈 如果我们很快的念一次 叫做仲冠 山海 家屏东 南回 花东 北回 宜兰 这样子铁道是可以环岛的 台湾铁道可以环岛实现的那一天 那是在民国八十年的时候 距离现在 哇 一转眼三十年过去了 在整个台湾环岛铁路网的架构下 西干线大部分是以运输 为重 但是东干线 相较之下 因为人口较少 而大自然的景观 风景殊胜 成为许多人在坐火车 又寻忧 踏寻心灵秘境的后花园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谈的是 台湾有两条铁路 是我非常推荐的环岛铁路网 值得您去 多看看 多走走 一条是南回 一条是华东 南回铁路 我们常常会称它一句话 叫做台湾的Nike线 Nike就是打个沟 没错 它是整个台湾岛的南边打上个沟 从屏东仿辽到台东 刚好就是打这一个沟 这一沟 穿山月流 一山傍两海 什么叫做山 就是中央山脉 海 一边是台湾海峡 一边是太平洋 一山傍两海 这条铁路 在日治时期就曾经规划 但是是到民国八十年才完成 这条铁路在通车初期 有三十五座隧道 其中最长的隧道 叫做中央隧道 八千零七十公尺 是台湾当时的首长隧道 将近三十年后 就在去年这条铁路 它完成了电气化 就完成了台湾环岛铁路电气化 所以往往南回铁路的 从施工完成到电气化完成 都是台湾环岛铁路网的 重要里程碑 在这条铁路上 你可以看到湛南的大海 火车在悬崖上 一山傍海而行 穿越中央山脉时 还可以听闻到洛杉丰 在亲吻大海时 可以看到颇光灵灵 海风吹拂 这是一条极美的铁道 我常跟别人说 你不要把铁道旁边的大海 视为无物 那是一种上天给我们特别的饗宴 因为许多国家的铁道 未必会靠海的 第二条 我觉得很棒的是花东铁道 如果说我们今天来形容南回铁路 是一山傍海 那就是台湾的山海交响市 那花东铁路是台湾的什么呢 是台湾的田园交响区 没有错 如果今天花东铁路做的是花东重谷 它不靠海 但是却是台湾最漂亮的田园景观 在这个田园的重谷 冬季的油菜花 黄澄澄的一片 走在这一段 你会发现台湾的铁道风景 不亚于瑞士 池上 富里 观山 许多良殖民 来到玉里 可以看到玉山国家公园的东边 继续向北 有瑞穗的温泉 带来到光复的台场 再来到花梁 山海相连 又在花莲再次相见 所以从南回县到花东县 这是台湾铁道一个非常美丽的饗宴 值得大家 在新冠肺炎疫情 许多人不能出国的情况之下 让我们也静下心 品尝台湾铁道的自然风景与美丽 第三段要跟大家来谈的是 今天 许多人 喜欢铁道旅游 是因为看了书 或者是因为某些广告 而去之落伍 例如很多人 会去瑞士的少女风 会去瑞发交际的白朗风 来去去日本的富士山 去日本的香根 许多人对铁道的认知 其实是来自于许许多多的一些相关的资讯 甚至有的人会看到哈利波特 跑到英国的格兰芬兰拱桥 但是反而对我们台湾这块土地 我们的环岛铁路网 我们的台坦 我们的阿里山 反而是兴趣缺缺的 有人曾告诉我 台湾如果 廉价是两天 他会选择国内 三四天廉价就跑到国外去 这样子的文化行之有年 一直到2020年新冠肺炎的爆发 大家无法出去的时候 才突然发现 原来台湾这块土地 在你无法出门时 默然回首才知道说 台湾这块土地有这么多的美好 铁道的风景 其实是不亚于国怀 于是开始许多人 挤向了阿里山 挤向了太平山 于是许多人 挤到铁道旁边看海 就出现了一句很有名话 坐火车看海去 北有八斗子 南有多梁 没错 八斗子是在深澳县 是在新北与台北的交界 而多梁是在台东的南回县 今天台湾有18个世界遗产前例点 铁道占了两项 一项是阿里山铁路 一项是旧山县 幸运的是阿里山铁路 停过的风风雨雨 现在依然健在 而旧山县 现在只能剩下的轨道脚踏车 我想铁道亦是人道 铁道它是人们远行的脚 今天铁道的建设 是许多国家的重要基础建设 那今天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这些铁道它需要的 不是一个人信念的守护 需要的是大家用大爱的心 媳妇的请来爱惜 整个台湾现有的所有的铁道资源 而这些铁道资源 往往是属于我们全体国民 所共同拥有的文化资产 我诚然希望大家在眼前 无法出国的这一刻 多留一点心 多留一点情 让我们来看到台湾铁道的美好 今天与大家来谈台湾铁道的故事 与大家分享到这边 祝大家在台湾铁道的旅行中 不只能够找回过去美好的记忆 也能够把这份铁道的大爱 留在这块土地 谢谢各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